哈喽各位玩家大家好 我是R1VR姐夫 Vivo今天终于关心了 第一款MR头显 Vivo Vision 虽然外观跟Apple Vision Pro有点上市 但是这个并不重要 Vivo的新头显可以做些什么 价格是多显 应该才是更多人心里的一个大问号 今天这支视频 我会结合网上以公开 和自己渠道的一些消息 提前预测一下 Vivo Vision的配置 功能和价格 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谁 常玩VR频道是专注于 体验各种XR头戴式设备内容的自媒体 赶紧关注我 然后马上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早在2025年3月底 Vivo就已经在博鳌亚洲论坛 静态展示过Vivo Vision 并且表示 预计在2025年中下旬正式推出 这款头显外观跟Apple Vision Pro 与三星Project武汉相似 同样采用外接电池设计 整机重量大约385克 对比Apple Vision Pro的600多克 减轻了接近一半 搭载高通骁龙4nm平台 应该就是XR2 Gen Plus芯片 而不是MenaQuest上的XR2 Gen 2 XR2 Plus Gen 2 是2025年年初发布的新芯片 最高支持单眼4.3K 乘4.3K分辨率和90帧刷新率 GPU和CPU比XR2 Gen 2 提升15%和20% 彩色透视的延时 可以做到12毫秒 跟Fision Pro一样 目前屏幕跟光学方案的详细参数还没有 不过应该是采用大尺寸的Micro OLED 和Pancake折叠灌录设计 回到产品外观 我们能看到Vivo Vision正面 配备8个扇窗头和传感器 可以做到环境感激之余 戴着头显也能看到正式世界 这样虚拟内容跟现实世界结合后 这能做到混合现实的效果啦 Vivo Vision也可以做到虚拟现实 也就是VR的 不过宣传终点预计还是放在 混合现实比较多一点 系统生态会跟自家手机生态 做深度整合 以Vivo 2025年的旗舰手机 X200 Ultra为例 可以在手机上拍摄完照片后 直接在头显上浏览 普通的2D照片必须支持的 还有立体的空间照片 空间视频和全景照片 这些立体内容在头显里回看 会有回到现场的正式感 比看手机小小一个屏幕更逼阵哦 预计Vivo还会推出2D照片 转3D的功能 这三Apple Vision Pro上的空间场景 利用AI算法 把平面照片转成立体 解放空间影上的潜力 除此之外 影印和娱乐 将会是Vivo Vision的终点使用场景 可以在现实中 把虚拟屏幕悬浮在空中 感知身边的正式环境下 不受物理屏幕限制 随时随地看视频 也可以切换到虚拟场景 有一项数码表冠 四华转到虚拟营业里面 一个人享受IMAX剧目 手机应用商店 预计会搬到头显上 就可以在多维度使用安卓应用了 甚至多开几个虚拟窗口也可以 例如一边开抖音刷视频 另一边开金厂厂打游戏 在开到一个微信跟朋友聊天 不需要向手机上切换应用 而是直接转头就能用了 不过在头显上玩游戏 我觉得还是要配个手柄比较好 按空气的话 应该只能玩到一些轻量级游戏 近年Apple Vision Pro 都宣布支持PSVR2手柄了 按道理 Fivo Vision也会更进吧 此外 Fivo Vision也可能会探索 居生智能的场景 利用Fivo在AI大模型 与图像处理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开发机器人视觉能力 不过这个就跟普通消费者有点距离了 比较偏向图币的功能 交互方面 Fivo Vision将会用上眼动追踪和手势追踪 眼睛就像控制鼠标一样 看到哪里在用手势操作一捏 跟Apple Vision Pro一样的逻辑 眼动跟手势操作是否流畅配合 将会是影响体验的关键因素 期待Vivo能打磨好哦 价格是阻碍消费者入手Apple Vision Pro的主要因素之一 所以Fivo Vision的定价 将会更加进取 作为国产手机产商 Vivo在供应链和成本控制上更加有优势 预计会在人民币9000到15000之间 不过在8月21号的发布会后 Vivo并不会公开发售Fivo Vision的 最起码近年内都不会咯 但是他们会开放线上门店预约体验 就像Apple Vision Pro那样 我也挺期待Vivo的线上门店服务水准 能否跟苹果对齐 甚至超越 头显这种新品类 跟手机是有非常大区别的 在还没有亲自佩戴三头体验前 Vivo Vision还有不小问题 未能解答 例如佩戴舒适度 精细用户是否需要额外配晶片 有多少内容适配 能不能做到比Apple Vision Pro轻的同时 体验也不拉垮 这个就要留到下周四正式发布后 我第一时间做个真机上手体验 跟大家分享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有其他补充剂料 我会在下方朋友去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这期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常玩Vivo一个集 一花机烟 已经开转转的XR话 左边的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E